很多人都會覺得東西放在冰箱裡面可以放比較久 但是藥品絕對不是這樣 正確用藥保平安 腸背藥品求新安 大家好我是藥師陳怡安 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呢? 有時候突然的不舒服或是一陣胃痛 從櫃子裡面翻出家裡的腸背藥才發現已經過期了 這個時候是可以吃還是不可以吃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藥品的保存方式以及購買的注意事項 不論在購買藥品的時候或是使用藥品之前 上面的資訊都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要先確認一下主要的成分跟劑量有多少 那再來適應症的部分會告訴你說什麼狀況下可以使用 不能使用的族群也要特別的注意 用法用量會告訴你一天可以吃幾次一次吃幾顆 類別則是告訴你說可以自行使用或是需要醫師要吃的諮詢 諮詢的電話也會在上面說明 所以建議大家在保存藥品的時候要連同外包裝一起保存 大部分的藥品都會受到光線濕度或是溫度的影響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光避濕以及避熱 散裝的藥品則是要注意逆風的問題 那放的位置也建議大家放在小朋友或疫取得的地方避免勿食喔 很多人都會覺得東西放在冰箱裡面可以放比較久 但是藥品絕對不是這樣 大部分的藥品都是室溫儲放就可以了 放在冰箱反而容易造成變質的問題 那有些人會為了方便把不同的藥品放在一個容器裡面 這個也是不建議的 大部分的藥品包裝都會依照藥品的特性 有一些避光或是避熱的效果 所以分裝之後反而會減低藥品的壽命 那在用完之前也不建議大家先把外包裝丟掉 以免造成用藥錯誤 藥品在變質的時候它外觀上也會有一些改變 像是原本的藥粉 它已經變成塊狀了 表示它可能已經吸收了一些空氣的水分 那藥定可能會變得糊糊的或是濕濕黏黏的 藥品的顏色外觀可能也會有所改變 那像是膠囊如果已經黏在一起 表示它也已經超解了 像是以上這樣的狀況都不建議大家再多使用喔 如果是變質或者是過期的藥品 其實也是有一些處理步驟的 首先如果是藥水的話 要倒入夾鏈袋裡面密封 藥罐要記得用清水清洗過後 洗過的水也是一樣倒入夾鏈袋裡面 那如果是藥碗跟膠囊 從包裝中取出之後 一樣是放到夾鏈袋裡面密封 可以在裡面加入一些茶葉或是咖啡渣 用來吸收藥品可能產生的水分或是藥水 那夾鏈袋確定密封之後就可以丟入垃圾桶裡面 藥罐則是清洗乾淨進行回收就可以了 以下這些藥品是一定要帶回藥局跟醫院做回收的 首先是比較常用的抗生素 像是這樣子的成分如果流到環境中可能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那荷爾蒙跟免疫抑制劑也是一樣的原因 環織藥品呢像是強力的止痛藥 症淨劑或是安眠藥等等的 會有一些衍生的法律問題 所以一樣要帶回醫院跟藥局回收 那針具針頭這樣子的尖銳物品呢 可能會造成處理人員受傷 所以要記得用硬的盒子或是硬的藥罐裝好之後 再帶回去回收 如果你要取用藥品的話 還是建議你要先把雙手洗乾淨 然後保持雙手的乾燥 那取藥的時候呢 如果你不小心倒出太多的話呢 你可以用一個乾淨的小夾鏈袋 把多餘的藥品裝起來 下次從這些藥品先開始使用 但是一樣是注意效期不要放太久 那如果是比較細小的藥品不易取用的話呢 你可以倒到藥品的瓶蓋上面 或者是用乾淨的湯匙做取用 像是這類的東西呢 一律都建議大家開封之後 就要直接丟棄了 雖然它原本的目的呢 是要保持藥品的乾燥 但是在開封過後呢 反而會把空氣中的水氣再帶到藥罐裡面 反而會更容易使藥品受潮或是變質 變質或是過期的藥品 服用後不但達不到原本的效果 嚴重時可能還會對身體造成不良的影響 所以提醒大家呢 在藥品保存上一定要多多留意 不要因為一時的方便造成身體的負擔喔 哇 滿好耶 避風之後再補入垃圾 避風之後再補入垃圾 避掉了 怎麼去告訴 告訴 告訴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呢 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